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五關的Sewage Equidot 這一關還是有點難度的 一開始出門 這個我等一下再拿 因為我預定這裡可能會受傷 受傷比較嚴重 一開始這個地方也是跟原版的第五關非常的相似 非常多的小鬼 升上來然後也是有一些陽台上面是有敵人這樣的 可以看到有個靈魂球 這個靈魂球不是送的 這次的靈魂球需要你花點心思去找秘密地點才能拿得到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了 過來 過來之後這裡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敵人 我們慢慢地把這些敵人都處理掉了 走完了嗎 OK 現在就是回去拿盔甲的好時機了 接下來這個部分還是比較難的 所以說一定要小心一點點 我的處理辦法呢 我是比較喜歡從這邊這個門靠近的 可以看到這個門也是 這樣降下來的一個門 挺有意思的 原版裡面不也是這樣嗎 好在這個地方先把這些槍手都全部處理掉 如果從另外那邊過來的話呢 很有可能被這些槍手打得很慘啊 把這些殭屍男全數幹掉 然後呢把 把這個按鈕發動了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敵人 謝謝 這個門呢暫時是開不了的 到時候我們會從那個門的另外一邊回來 從這個角度處理的話呢 可以 避免很多 這個槍手在遠處打我們的機會啊 因為這個方向過來的話呢 基本上槍手都是在近處 所以說我們並不會特別的難受 這裡會傳送進來幾個小鬼 我又回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裡有一個地獄騎士 我們暫時先不管他 希望這些敵人全數清理乾淨 再說 那這邊呢 就是剛才的另外一個門了 來看一看 我們剛才是走這裡的 沒有走這邊 這就是我想好的 這個藍門呢 等一下我們拿到藍鑰匙之後 會從這邊穿過 我現在大概想明白了 就是這個 這個WARD好像是 替換了這個 小鬼的造型 好了這裡注意 然後呢發現這個 翻錢的變成了一個聖誕掛式 打死了之後還有這個裂開的聲音 還是挺搞笑的 這裡不明所以 反正就是一些盔甲碎片 打上 好了那 我們暫時是把這一部分 解決掉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 還是不要跟他玩了 就這樣 好了 來到紅鑰匙 拿紅鑰匙之後呢 紅色門就在隔壁 降上這個電梯 這個電梯不是很好降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多的殭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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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門就會打開 然後這個門就會打開 打開完了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裡被攔住了 原來的時候呢 是這個地方就降下來了 這邊呢 出來了 出來三個地獄騎士 因為這個地方很窄 我本來想用那個狂炮拳頭 也就是那個 拐杖去砸他們的 但是 不是那麼容易 剩下一個的時候 倒是可以玩一玩 主要是拿這個拐杖把它砸死的話 特別喜愛看起來 特別喜愛看起來 好吧 從這邊出來 剛才這條路我們已經走過了 從這個藍門出來 記住這裡會有兩個番茄 我是不太會砸這個番茄的 對了 漏了個秘密地點 這邊過來 剛到這裡 這邊這個傳送器 發動之後呢 我們可以拿到這個大盔甲 還有電漿槍 這些武器出場的時機 都跟原版是一模一樣的 有血量嗎 先不管它了 反正我們要來的地方 就是這個 開始的隔壁 就可以看到 這個區域 嗯 它漏了 好了 發動這個唯一可以看得到的按鈕 這樣的話呢 這個黃鑰匙就會降下來 這裡有一個按鈕 我們可以直接通過 剛才我這個方法 路過的時候 把它發動了 如果 怎麼說呢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條很小很小的邊 過來就可以發動這個按鈕 發動之後呢 過來 這是第2號秘密地點 出來之後呢 會有 若干番茄 這番茄我還是不要跟它玩了 用 乖乖的用超級現場先把它幹掉 好了 這裡拿了一些補給 看到這個不一樣的樹沒有 過來 按動一下這個地方 這樣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 連環球了 這個連環球帶了個路角 特別喜感 好了 那最後的敵人就在這兒 應該全部都全了 145個殺敵 3個秘密地點 把東西都拿一下 OK 過關 這 Switch Equidocs到這裡結束了 可以看到這一關的槍手 還是比較多的 這也是這一關的難連所在 也是 引入了地獄騎士 在這個聖誕的 MOD裡面呢 地獄騎士 的身體的顏色呢 是白色的 至於地獄男爵 是什麼顏色到時候就知道了 一開始呢 我是從另外一邊去 探索那個下水道 區域的 然後被打得很慘 所以我決定從另外一邊過去 這樣的話 可以更輕鬆的清掉那些槍手 之後就不會被打得特別特別的慘 但是 因為 玩大了 想用那個 狂暴拐杖去砸那個 番茄 結果被養得特別慘 好吧 那麼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第六關是 的POWERIZER 也是跟碾壓機是一個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